觀眾朋友 我們這集很重要很精采 怎麼說呢 其實年紀以來 我們都很關心 臺灣這個農業跟農民的 這些困境跟發展的問題 近前農委會對這裡 一些在種種子 這些農民 實在感到這麼辛苦 近前我們討論過 說多可憐你知道嗎 那個丹尺 屍骨 這樣放四名去種 半半一公斤收多少 九戶 蓋四 所以長久以來政府有一個政策 給作保價收購 保證一個價格 看多少收 譬如說一公斤二十六塊 還是二十四塊給你收 這有作保價收購 但是收一收的 我們這些農民可能 一年收起來可能 錢也賺差不多一二十萬而已 是要怎麼生我 所以絕大部分的這些農家 都還要去做工 做其他的這些收入 才有辦法維持家庭 可是從今年開始 農委會有一個很大的變革政策 什麼意思呢 他這名叫綠色環境給付 說起來很爽口 什麼意思呢 說 只要你要種 你要做農民 你有性善 不管你是種種 不管你是種環米 應該說肉米 不管你種肉米 種韓籍 還是說種這個啦 現在這有作為台灣綠金 有作為毛豆 我們這個台北爽 現在才知道說 這樣有的 現在這個東西 算農委會最主要要來推動 說大家其實種這棕子 很辛苦 還賺沒有錢 現在大家也不吃飯 都吃香 還是吃麵 所以呢 如果你是種稻 你可以選擇繼續保價收購 就是一公斤 你看二十六塊給你收 下説是說你直接比較厚 種的品質 儘管 不管你種幽黎的 種無毒的 還是什麼自然農法的 你直接去交給別人去賣 賣之後 政府一公斤 差不多一家 每公頃 再補助你一萬三千塊 三千五百塊 但是 你如果說你要轉做這個 所謂的毛豆 你若種毛豆 每公頃補助你四萬塊 但是原來種毛豆 比種到好太多嗎 今天我要說 好好來談一下 農委會呢 在今年正式推出 一個全面性的政策 叫做綠色直接給付的政策 這個政策到底是什麼 對農民是好是壞 有什麼影響 是不是真的可以保住臺灣農地 不斷流失的這個問題 是不是真的可以讓臺灣的農業 不管是作物 或者是耕作方式 或是對環境的友善 有大幅的轉型提升作用 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當然最關鍵的這個政策執行者 歡迎農委會主委林聰賢 林主委你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主委你就要接來 我們這個節目很關心 我們農業的拜託 我也很需要透過你的便利 來跟我們大家對話 讓我們比較好找 但是如果有什麼質疑的部分 就先包含一下 我們再來歡迎是 臺灣農村陣線的理事長 洪湘 洪大傑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洪湘姐 其實我們食材很久很久 你是種韓芝 我們是 菜頭 菜頭 你怎麼種種種種種種種都有 種有喔 因為你的餐 我們的餐都要輪作 因為你種每一種都輪作 你不可以它會種 你一定要輪作 所以你的東西都要輪作 所以我每年都餐 都生瓜 鞍籽 豬肉 菜頭 我們爸都跟我說 不可以說料 所以說我不可以問你說 種種種比較不料 我應該問你種種種比較好賺 其實臺灣要說種種比較好賺 都很難賺 都做產的都不好賺 都不好賺 我們這個手 我們已經六十幾個月 我這個手 你如果要做友善公眾 一定要用人工 人工現在我們很貴的 我常常說 我們拖草一堆 可能用拖草的話 可能不用五百塊 一萬塊就好 我用人工 下去拖草 可能要幾千塊 好來來 歡迎第三個特別來賓 正前在途中 現在不知道怎麼 走去台當 走去慈喪觀山 那裡在途中 不過它是用自然農法 在種到我們來 臺灣的臺東稻農 呂同學 鳳姐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你的那個產多大 現在是一家兩分 一家兩分 所以差不多一公斤 通知輸出 對 剛才好 可以把那個 農委會申請一公斤 一萬三千五百塊的保存 現在這個租要不去看 不知道有辦法 因為我一直都是用租的 租的現在我們臺灣 一個總統就是說 租產的地主 沒有辦法把那些地主 譬如說租產的 那些客戶 寫得很明瞭 就像那些三七五點竹 這些問題 所以變成我們現在 有實體在做 但是我沒有身份 包含農部 我也沒辦法拿到 你看得到吃不到 對 等你問主委 你到底為什麼吃不到 或是其實吃得到 我們來看看 這個綠色幾副 我很快介紹一下 也要請主委來補充說明 第一個最關心 就是倒座 競競子 九戶子的這種 食肅 你如果是飛氣座 就是說你沒有跟 這個什麼 糧商 或是跟義煤 或是跟那個 物桃便當 簽客友的這種 自己做 自己種 自己賣 這種 第一期 現在一期 差不多補戶子 都補完 差不多補完 第一期的話 一公頃 直接給你 你不用再賣 直接給你一萬三千五百塊 臺灣大部分都做兩期 宜蘭可能只做一期而已 第二期呢 給你一萬塊 如果你是跟這些企業廠商 糧商 器座的話呢 第一期 多一點點 變成一萬五千塊 第二期變成一萬一千五百塊 除了倒座以外 因為我們保駕收購 絕大部分都是稻米 可是呢 之外呢 像是其他的作物 像是飛機改大豆啦 肉米啦 高粱啦 小麥啦 胡麻啦 這些呢 不同的作物呢 每公頃都會給你 大概是四萬塊 五萬塊 六萬塊的這個補助 特別說臺灣現在說 要主要來推廣的 這個叫毛豆啦 這個臺灣綠金 毛豆每公頃給四萬塊 當然還有其他的部分 幾乎全臺灣所有的農作物跟農民 幾乎都在這個補貼範圍之內 為什麼農委會要做這個政策 謝謝主持人 我們基本上剛才我們聽到 這地政策的宏大節 還是當時的你說 我們農民可以這麼辛苦 在土地上去經營 也是要保持農業經濟 一個好的收集 過去我們在政策的推農過程 長久以來都是因為說 用保貼的 因為WTO我們參加以後 大概那個時候 政府的補貼 大概都要受到國際的規範 所以我們都是變成高雷雄金 雄金補助就變成是一個主流 不過因為這樣的一個過程以後 很多的農地都收根了 我們變成很多勞動力 就走出來的渡市 這是一個臺灣在農產業 經過一個政策的改變 有一個很大的這個結構改變 那現在我們又鼓勵說農村不要空洞化 要鼓勵青年回鄉 其實還要回到一個關鍵的問題 我們的政策怎麼保證 讓農民可以維持生活的基本收集 所以我們現在新農業裡面 蔡總統交給我們任務就是希望我們能夠輔導一個政策 讓農家的收入 尤其是讓青農要回去 你要有誘因 讓他能夠突破 你的收入百萬 你收入百萬 我們還有一個 遇到一個問題 一般的農民剛才當時說有很少 看到了 洪大節應該不僅有一個少年的 我們如果說平均的 我們的工作面積到零點七五公圈 所以都不到規模化 而且兼業農非常的多 那真的要達到專業農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政策驅動 去讓大家去做改變 以剛剛這張表 剛剛主持人特別關心 我們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品項 目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水稻種植的面積 都因為高度的機械化 他的成本也相對降低了 可是因為透過工糧收購 可是農家再怎麼樣 一公頃也不過二十萬塊錢 他還是沒有辦法增加他的那個收入 那工糧收購以後又變成工糧 我們安全的存量要擺三年 那可是最後我們收了二十六塊 最後能夠 我們又沒有辦法完全的出口 自己吃剩下的 又沒有辦法完全出口 所以那裡有時候 三年以後大多數 所以不能做經濟的利用 都可以賺掉 不是賺掉 就是說我們二十六塊 最後只能做 一部分就做飼料米 所以這個是 就是資源上的一個浪費嘛 我們如果如果說大家 這麼辛苦的政策 我們大家去很多地方 你看日本我們去吃餐廳 你第一款飯是要多錢的 我們臺灣吃飯 就像免費的 那表示我們的這個 糧食的價格還是相對的偏低 這個跟我們整個制度的資源分配是有關係 所以你有幾個目的啦 第一個就是說讓農地農業可以持續發展 第二個說願意種田的人 不要每天都這樣 百度下到這樣 很可能 很可能 多少收入比較多一次 再來就是說 第二我們大家不要吃飯 再來說我們大家 這個錢買不買出去 政府要用一公斤二十六塊給你收 收收的三年之後 做治療 有夠打算就打算 所以你要透過這個直接給付 以前就是用保駕收購 還是用買工糧的方式 結果現在我們工糧越存越多 保駕收購呢 也大概就只能維持在二十五二十六塊這左右 所以你乾脆直接用另外一個政策說 綠色給付 你只要有種田 不管是超過一公頃 或是一公頃以下 都可以直接補助他錢 我們應該 所以我用這個 來跟大家說 我們用這種堆疊式的 對地綠色給付 對每一個經營農民的收入 就這樣一年一年 就把它打起來 增加他的收入 不要把最後的那個資源 變成浪費掉 二六塊到我都不會 差不多六塊到八塊 那你說二十塊就損失掉了 那為什麼不把這二十塊 直接給我們農民 我們就是概念上就這麼簡單 我適合是非農作 是 我一基 現在平均一個農民 如果說一家庭就算不錯了 所以我們用一家庭一公頃來計算 你如果這個農民 有一公頃一家庭的殘 那你政府一基補助他一萬三千五百塊 那兩基補助也兩萬三千五百塊 一年多這兩萬三千五百塊是多的 所以信聰你都講到重點 我這張這張道理有看到 我們這裏面堆疊是上去的 我們現在都推有機跟 有機的那個促進條例嘛 準備要參考了 所以你後天你的經濟 如果拆除優先到優积的 最少一公頃我們再補助三萬到六萬 這個就堆上去了 就增加他的那個收入 目的就是鼓勵大家 要做那個品質的提升 不是追求量 我們現在追求大家都拚量 對啦 都拚量的 環境你政府一公斤二十六塊給我收嘛 我正好拚賣的都二十 像那一般的牛鄉 他也差不多都賣到一塊一塊左右 所以你每公頃 我們要算說 差不多都在六千公斤 一到一基礎 他兩基礎 你如果說在南部 差不多都兩基礎 他差不多萬二公斤 他但是他這樣的一個 那個慣性的農法 他除非是要大專業農 否則他就沒有辦法維持他基本的 那個生活 那另外呢 你看我們都 我們都在種水中 你知道我們現在吃 你每天要吃的豆冷 豆味來 豆冷喔 為豆99% 因為宏大姐要種過為豆 我們現在為豆種很少 一%而已 酒都是外面針靠的 黃豆都美國來的 我們吃豆奶和豆腐 我們日常要吃的 所以我們把進口 進口的這些農產品怎麼樣 透過移轉 檢測這個進口替代 大家剛才宏大姐說的 我們一區產 不可以做一樣的 作物在一起做 這樣變成這樣會儘管 這樣你如果有輪作 有輪作 甚至我們因為台灣的極端氣候 我們希望減少耗水性 水中是用水用最多 所以我們用這種政策的調控 目標改變大家 經營的這種 導大家做物跟做方式 對土地友善 其實也增加他的收入 我這樣我了解 洪湘姐 看起來的用益良善 結果怎麼這麼良善 其實他說的意思 我聽得很會 但是現在說的說 你們說的補助 像這樣說的都覺得很好 但是我要說 我比較不客氣的 就是說 你們的執行面 你叫我們要做黃豆 你說要做黃的 你不要想說 這小農 其實到那裡 你要走的是像大企業 就是你就是要 合作事先 但是我覺得說 台灣真的太多的小農 因為連台灣是誰嘛 所以你現在你叫人 種這些人 你叫人說我們黃豆 沒有這個階級要怎麼收 這個土豆要怎麼收 所以我經常說 這一個收這些黃豆 這些我們的 這都是很大的資本 你小農 你說你種 你想說你種凡美 你去用兩天賣 就不夠分錢 你要用階級來蒸收 要怎麼用 這是降低成本 可是我覺得政府 你要補助這些 你從來就 你就是要考慮說 要怎麼去扶助這些人 來做這些工具 但是你現在不是啊 你我了解 很多都是 你說黃豆要六萬 大家贏一贏 有的人都不要管理 反正我認為你的補助六萬 我就就是了 其實到後來我覺得 那是浪費那個土地 而且是浪費我們台灣政府 大家的 給大家的那些納稅的錢 其實這價錢 是我們大家 但是政府 就要照顧這些人 我知道你都很用心 但是我覺得 你們要先把 你要了解這個土地 勢力勢重 其實你說的這些土地 有的人說的 不一定可以做 我了解洪湘姊 你的意思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然我們知道 現在土地 切仔的價值很差 對 但是你有辦法說 我種切仔 種幾十年了 或是我們阿公的阿公 種幾十年了 你現在說 要叫我改種 什麼台灣綠精 改種什麼黃豆 還是黃豆 就是這個 這不是 這毛豆 毛豆 比較成熟 不是就變成黃豆 黃豆又成熟變成黑豆 我們今天有差的 好像是這樣 不然說這個是第二話 我們不知道這種的 都人覺得 不夠分子 你要轉 很困難 很困難 觀念的問題 資本的問題 農具的問題 不是說轉就轉 第二個 那會不會有人 只是為了拿這個補助 黃豆 剩下的 我的剩下會不會太 反正你每公頃 就是給我多少補助 這是兩個問題 不過在談這兩個問題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 農委會這個綠色給付制度 到底是什麼 對農民來講 他們是樂見其成 還是有所疑慮 我們來看看 農委會一零七年推行 新的對地綠色環境給付獎勵 一方面為了調整稻米產量過多 工糧過剩的問題 一方面鼓勵農民轉做進口替代 和外銷主力作物 生產稻米的農民如果不交工糧 第一期每公頃可領一萬三千五百元 第二期一萬元 如果種植雜糧補助更高 轉做毛豆 一般農民第一期每公頃可領四萬元 專業農領五萬元 種植飛機改大豆和硬質玉米 一般農民可領六萬元 專業農領七萬元 如果種植的是有機雜糧 還有加碼補助 種植其他重點發展作物 一般農民領兩萬五千元 專業農領三萬五千元 濾肥景觀作物翻耕蓄水也都有補助 農糧署指出工糧的安全庫存是三十到四十萬噸稻米 目前幾乎多出兩倍 而雜糧卻嚴重不足 一百零五年我國雜糧年平均總進口量高達八百萬公噸 而國產雜糧生產量四十九萬公噸 只佔進口量的百分之六 鼓勵農民轉作還需要大大宣導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我們剛才看這個制度 我一直想不到 我們剛才看的制度是綠色給付 綠色給付就是說我應該是勾勵勾勾勾勾勾勾 我們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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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但是現在有一個條文 因為我們現在改過 我剛才看到的資料 他就是把我們的收金改造生產環境委 因為你看到你覺得收金好像是賣政 賣政慣 怕勝 所以做生很多人 就是我就整個費金 甚至水路都沒有做 我就領收金補助就好 但是現在一樣 這個民生 那個名字改過 但是他一樣 我都領三萬四到四萬五 問題是你面前第二期的 如果我做你第二期 你有種是給你一萬塊 對 有飛翅座一萬塊 翅座是一萬一千五百塊 那如果是跟以前比較起來 有你有做的多一萬塊 沒有錯 但是你如果不要做 趕快一項收金 對不對 你看起來 因為他只是把這個名 改過 把收金改造生產環境 為何這個名而已 收金一公平補助多少 四萬五 那我 我有做 我補助一萬 我有做補助一萬 那我放在那邊補助四萬五 這這樣有道理嗎 主委 其實我想我們大家都有五次 現主席 各位說 主席也說我來自宜蘭 我這裡大家高雷都日期做 因為剛才有風胎 也不適合這個日期做 還正做 所以我們高雷說 那個地方 可以來保持這樣 他那種的 第一日期做 他如果做濾肥 來做環境的維護 因為 我們大家要知道 農業生產 不是只有生產的目的 他對環境的維護 他有一個很大的任務 我們基本上 我們是這樣啦 未來的這個政策 因為我們希望說 這組都可以接近世界 這個組織 大家的任務 都是叫做對地給付 是 而且對地的綠色給付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我們這次 包括推動 優雞優勢 都是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在臺灣 很多年的生產環境 有的可能一年 他不只是種兩隻做 還有二座 那一座禪 是整年一趟天都要吃 所以我們就要鼓勵 說讓他沿続 剛才剛才弘大姐說的 要國中不一樣的作物 這樣地利才不會去 賣去 就是說你電腦 你不是人太困難了 你一年做一次就好了 做一級就好了 不要做到三級 那不一定 我們不一定是這樣 每一個地方都這樣說 適地適中 是 你像各位說 冰東路山峰那個地方 他一定有一段時間 他要困難 當然 你說叫他去逛去政策 他政策 就沒辦法受傷了 但是他還可以去養地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 因地制一樣 讓每一個土地 都有一個政策 所以他這個公法 可能不是說 都一視同仁 所以他說 休根也不是說 真的荒廢在那邊 不可能 你如果 你如果 非經什麼 絕對對土地 沒有幫助 非經跟非經 是不一樣的 補理公主委我請教你 現在是所有的農民 要來幫你農委會 申請 照裁條堂 領這個補助 我們是鼓勵大家 要有一個 這個 停止來走 他剛才像 洪大節你說的 說 可能看得到吃不到 甚至對修農 不公平 我們基本上這個制度 我們絕對會分 做兩個 這個規模來走 我們鼓勵說 有一個專業農 專業農 這個部分 我們要讓專業農 也要發展 因為台灣來講 太多的這個建業農 對整個農業發展不好 但對修農 我們鼓勵說 我們現在都 講求 那種叫做 分享 共享的 這個模式嘛 所以修農 需要的採集的阶段 我們過去沒辦法說 一個一個補助 但是你如果一個一個 隨人買 也顯得 那個成本太高 如果你要加進來 譬如說 大節你在後面 我們修農 如果要種一樣的東西 我們就在這裡 把你們抹個斑 你們愛的機器 我們就貼一台給你 我們最近在屏東 處理洋蔥也這樣 人工就沒辦法 都流農了嘛 所以我們就引進 那個採收機械 現在那個 船廚也一樣 這都可以用機器採收 所以我們就來開始 輔導激化 這個就是我們在 福島的這個策略 那些小農 不是只有這個 OK 這個對地的綠色給付 這個要調整那個 生產的結果 整個完整的配套都要有 這樣我們看兩張 你現在你說的 你 你說的 這我了解 但是我現在要說的 就是說 你 像你們兩個搬的 我現在要說的 很不公平 就是像小農 他補助機器 其實是小生的 他補助三分之一 你現在搬的 什麼大企業 補助三分之二 我常常說 這些人已經 他的經濟OK 你 可能大企業 補助機器 我們現在的制度 都改變了 沒有沒有 那補助機器的 今年又有 你不要去 農機的保護 我們現在在調 但是你現在要調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調 但是我現在說 其實我們對小農 來說都很不公平 他本來就是小農 你為什麼 只有補助三分之一 為什麼 他常常去大企業 你又補助三分之二 其實你現在你說的 大企業補助三分之二 你那有時候說 什麼合作是什麼 我們 你現在回去看 你就知道 我今天不聽 不一定標準 但是你可以回去炒 我 如果現在要了解 我真正要去炒 但是我還請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兩場都知道 我們現在整個稻米 跟雜糧的產銷 生產過剩 跟生產不足的問題 有多嚴重 稻米現在呢 整個產量呢 二零一六年 是一百二十六萬公噸 百分之九十左右呢 是內銷自己吃 可是這個內銷 還有很大一部分呢 是交給工糧 就是沒有吃完 沒有吃的 內銷 但是是政府買下來 燉的 還吃不完 你就會比試料 所以整個都打算了 能出口 大概只有到百分之六 大概是八萬而已 原外就是三人 這個也不錯啦 能當原外也不錯啦 換句話說呢 我們是生產過剩 在稻米的部分 所以價格拉不起來 這個是我們遇到問題 我們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來看看 雜糧大家要喝豆漿 要吃麵包 要吃麵 我們絕大部分的雜糧呢 百分之九十四 八百萬公噸 都要依賴國外進口 自己產呢 只有百分之六 所以農委會現在想說 可不可以大家 不要再繼續 那麼愛種稻 去種小麥啦 種高粱啦 種毛豆啦 種黃豆啦 這些東西 政策上 能不能引導過來 再請教主委 剛剛紅香大姐 談到一個 不是要轉就能轉 觀念的問題 技術的問題 農具的問題 資金的問題 不是說農委會 補助個兩萬三萬 就轉過來 所以我剛剛特別講 我們這個生產的 經過的結果 要調整 不是說 我靠這個 對地利社區府 一次就都改靠 整個模組 都要重新來組成 就是說配套措施 都要重新 這裏面當然有針對 專業農 也有針對小農 尤其我們這次 為什麼要去塑 有機農業的促進條例 目的就是要調整修農的事情 你修農 比較大多數 都會去做友善工作 我們當然 在臺灣的小農 大多數 大多數 我們現在要引進的 青農 有一些他也會走 這個軌道 有一些都會走 專業的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做法 我們現在就給農改場 我們臺灣農委會 回到年來政府 有做一個很多技術的養生 專業人材 都在我們的農改場 農改場 跟所有的各種農學院 我們都把它組成 農民培育的這個團隊 我請教 你保駕收購 是還要做 我們沒有情 對地給付跟保駕收購 因為我們的那個 糧食的那個工糧的安全 還是要照顧 所以保駕收購 我們只要採取選過 大家可以選定 你現在馬上要移轉 像剛才剛才 紅香大節 或是說當時 因為我們目前的 区域 大家在生產的 這個高的市場 都沒有什麼感化 所以公糧繼續收 公糧繼續收 會說五年十年後 你就不會收購 會不會逐步 公糧還是需要 因為這個是戰備需要的 公糧政策 是不可能去廢掉 但是現在兩千公斤 這個保證的那個重量 應該是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我們台灣 現在大家都習慣生產 那個產量比較豐富 都種公糧 公糧 我們現在現時 為什麼外銷市場 可以無法打出 吃公糧的國家 在亞洲 跟韓國跟日本跟我們 是 你全世界 現在泰國的米 品質 沒有比我們好 泰國米可以 燒全世界 一方米最本價 一方米 那種的材料 口感 所以他在國外吃的 比較多人吃那種米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在整個政策調控 我們希望說 我們過去都是生產導向 那我們現在應該有一部分 來轉成市場導向 市場導向 市場導向 市場導向的部分 就是說 可以這樣 讓我們農產品 變成有更好的價格 這樣來條件 到 我們的技術 富度 他剛才 不管是 我們很多 這種基階器 設備 的一個 富度補助 包括我們 怎麼可以 增加工的平衡 是 因為我們農產品 為的你如果沒有加工 我們的生命周期 產品的生命周期 很低 了解 你想說 那個素材水果 你現在這個 毛豆 現在可以 可以在國外市場 打下那麼好的基礎 第一個 他可以加工 也可以能量 你看 有殘鹽 還要把它冷凍起來 他已經加工好了 所以第一個 在輸出的時候 簡易的條件 也比較低 所以農業加工 是很重要的發展方向 不理股東姐 我請教你 這個政策 綠色給付最大的政策 讓農民的收入好一點 有沒有辦法 我們先來看看農民的收入 說實在 真的有夠可憐 你不要看上面這個數字 你要看 下面這個綠色的 農民 就應該拿農業收入 你不是說 要去打零工 去西門做超商店員 這都算零工 或是其他的業外收入 我們要看這個 看多可能 整個農家 不是只有一個農民 農家一年的農業收入 多少 十三萬 十三萬 十五萬 十六萬 十七萬 十八萬 給你去年 二零一六年 一年賺到二十萬 一年賺到二十萬 還有成本的這個問題 這個政策 能不能稍微改變農家 農業收入 如此可憐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我們也跑到台南 去問了一下昆兵博 到底農民 他現在的經濟所得 有什麼問題 政府能幫上什麼樣的忙 台南後必鄉的昆兵博 是台灣最出名的稻農 九十歲的他去年出了車禍 折斷了小腿骨 尚未完全痊癒 他一眼失明 一眼白內障 但每天堅持騎著四輪摩托車到田裡 田裡的含水量是否恰當 又無蟲害 雜草 何時該噴藥 是他再熟悉不過的工作 今年一騎到座出歲良好 昆兵博很開心 務農超過半世紀 辛苦收入又少 他說確實曾後悔走上這條路 一公頃的稻米一年下來 利潤最好是十六萬 昆兵博說他還有老農津貼 家家總總日子過得去 感謝老天給飯吃 也感謝政府推出新政策 十一人一期的報道四萬五 家總四萬五 四萬五那是政府的特定 如果收起來 收一萬兩萬就好了 家總六萬多塊 家總共收差不多了 這是政府的政策 專民的 不是我們獨自個人 你獨自個人 真好 那種政策 你不能一開二輪 有補助至少比沒有好 醫學院畢業的青農 莊惠傑返鄉務農 一個人雇四點五假地 年收入只有四十多萬 收入比較不夠的時候 我會種一些經濟作物 像我們這邊比較多種辣椒 羊香瓜 這兩個為主 那其他地方可能種蔬菜 冬季種小番茄都有 在鄉村務農餓不死 但也難過好日子 一期做的話 大概一公頃可以有收益 大概十萬 可是二期就比較不好一點 縱然是微薄的收入 但心滿意足 後必鄉因為紀錄片五米樂 成了知名農村景點 有不少觀光客湧入 其他農村的所得只會更低 根據台灣主力農家 所得調查 四口之家 年收入約一百二十萬台幣 這樣的收入 農民及後代 還能守住土地多久呢 所以總結就是說 為了要對祖公仔有好交代 絕對不能賣賣 但是不要賣賣 一年收起來 十萬二十萬 自己就吃不飽 要怎麼養母子 所以這點 你像我們睡邊八 他算有名的啦 有名的啦 所以他的收入 可能不是只有來 政產 譬如說他一年 十萬十多萬 他還有一些 我像郵客觀光啊 頂頂這樣 可能還有一些收益 我以前在 在土豪做 我在台貨做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只有靠政產 靠政產 我真的早就要死了 小孩要讀書 不買 不買 吃點飯 看點電影 可能拿錢拿不出來 所以我以前也做什麼 工作就是 來體驗 來農家 鐵頭 來種自己的 就是要收藏 要收成 你的 辦一些活動 來做補貼 所以 現在你說 只要靠這個補助 尤其說 例如我今天來 是 主委有辦法說 大家面對面來開工 我覺得這是很好 我們一些意見 我自己在做的人 一些意見 可以提供給農委會 可以看是不是 我還改變更多 譬如說那些補助來說 你補助這些東西 我們剛才看到 所有 都行補助多少錢 補助多少錢 跟剛才主委說 我們是要對這個環境補助 但是 我看到的時候 都只是對造物補助 沒有對環境補助 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時候 全部都是說 我補什麼東西補助多少錢 我沒有去看到說 我現在來是怎麼做 對環境的遺憾 怎麼比較好 我補助給你錢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名稱 跟這個補助的來用 那個落差 沒有啦 因為那更複雜 好像是有的 就是說你如果說 做幽基的 還是說利用節水 節能的方式 可能還有補助的 對 所以說 我知道這個 因為這個綠色補助 其實我也是 因為我做友善跟做 其實我這個補助 我也是用忙拿著 對 我用多拿四萬 我就多拿四萬 我請教 你現在一級收起來 差不多幾公斤 差不多是三千五百公斤 你才會這麼繁忙 人都種五六千 你種三千 因為我是做優先浪環 所以我沒有餐肥 你是自然農法 對 我自然農法 沒有餐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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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斤不會餐肥 二十幾塊是不一樣的 當然我的人工 我跟你的人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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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下去收草 下去判草 打草 打草 你用機械 機械收成 用烤的 還有方便 當然我的成本 那目前為止 你在台東種多久 三年 我差不多三年 你有拿到政府的補助嗎 沒有 目前都沒有 因為我現在 我本身連 你有自然農法 對 我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我們現在要撒優基 現在開始要補助 現在開始要補助 所以我這三年都要求自己買 rokulo 都是膠工股 海白在揚梅 剛才一公斤的餐 鎮這個是梗稻 就是說你說國際比較沒收的 梗稻 一機收起來 差不多五千公斤 這一定要投農幼 比較費料的 一百零六年五月的收成 如果說五千公斤 通通交給政府做工糧 我們現在有一個計畫 收購兩千公斤二十六塊 福島收購一千兩百公斤二十三塊 剩下的餘糧 用二十一塊收 五千公斤收收的 剛才差不多十一萬多 但是我們十公斤 打擲的時候 十公斤 還補助你兩塊二貫瘦的補助 加起來十二萬九千多 一機收起來 收你沒有 不算成本 我如果師傅 我不要交公牛 我直接給付 也沒有氣座 氣座太複雜了 政府一起補助我一公頃 一萬三千五百塊 我自己拿去賣 我們查了一下 去年的這個價格 稻股價格呢 就是一公斤二十四點二九塊 五千公斤 剩下二十四塊 加起來十三萬四 我本來交公牛 也差不多十三萬 我現在改造政府今年開始的綠色給付方案 多四千幾塊 這怎麼有效應 才多四千塊而已 所以 以這張來說 我想主持人最清楚的 關鍵在那個二十四點二九 這個 你是不會像冬節 不要說到一百塊啦 多十塊 一公斤要多幾塊 所以剛才你剛才說 為什麼沒有參加集團產區 那是一萬三千五 要參加集團產區變成萬五 那就是要勾勵大家做拚白 是切成的 切成的 做拚白 切成的 它是不理的 又不一樣 一樣 我現在說的 它一樣 換算回來一公斤 比那個比較關鍵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在過去 在勾勵那個友善工作 有機的時候 就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當然這個誘因 大家看說 我就照一般的品質 因為我現在說的 我們在改變的是什麼 如果還是重視生產 主重 只重視產量 不重視品質 這樣我想我們的農民 你怎麼要拿成那個收集 我了解 因為你這個東西 我們就要 要種 讓市場可以接收 你如果都只種那個 一公斤有材料買二六塊 甚至買不到二六塊 拚一個米 你可能就沒有誘因去改變 但是現在你如果想說 我們要買一公斤 三十幾塊 四十幾塊 這可能就有一個誘因改變 這裡面有一個關鍵 但是我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都造成的專家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都會習慣去種 那種三年 比較高的拚種 只要可以有九公牛就好 我們吃牛在下的 大家在買 是要拚質較好的 如果是去通路商去買 你會去買什麼樣的米 回家吃 一定你喜歡的口感 那也不一樣拚贈 像我們每年在辦 我們的這種良子米的比賽 得到比較好的 譬如說香米 這幾年大家流行吃香米 香米的那個價格 市場價格也比較高 不管是零售或是大宗 所以我們都鼓勵 他們來做這種器座 那有器座 我們在很多的品種技術 各項的這個那個那個服務 就就會把他做的品質 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第二 我們現在也要注重的 消費者注重的食品安全 鳳先生姐我聽到了 就是說農委會 現在暗算透過這個政策 誘導農民去種更好吃的米 價格更高的米 這樣會有 說得簡單 但是你現在要跟誰去做 你去做是不是要幫你收 其實有時候你說去做 像你說黃豆什麼去做 其實講得很簡單 你現在像我們要去做 我簽問誰要跟他簽 你現在跟主婦聯盟簽什麼 我那是十六年就簽了 我不是現在簽 你有長久我現在說 類似這個概念 我現在就是說 你現在要簽你的企業是不是 你多少要收不然 其實到了我感覺到了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都沒辦法跟誰去做 因為他到了 其實你如果說 做生理 你告訴我 外面 我告訴你 黃豆一根 黃豆 增口一根十塊 你去做一根 他買到尾子十塊嗎 做生理人 哪有可能 所以告訴我 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 說我要設定多少面積 我如果不定端找好 我怎麼叫你來勝算 所以我們現在譬如說 有機有散 譬如說 我找棉花田的通路 像義美 整間他要做拼擺 你要知道我們現在 消費者 你去買豆冷 去買豆腐會去算 飛機改 然後是本地產 或者是進口的 因為現在食品都要標示 所以這個時候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過去可能沒有啦 你買二十塊 到二十塊的 南祖會 誰會知道 你豆腐會來 大家薪粉求你 不可能這樣做嘛 所以你議美 那些都找好了 我們在相關 因為現在國產 大家譬如說 剛才你說 那個豆子 久就變黑豆 沒有啦 我們現在可能說 有很多做豆油的 豆油槍 他沒有國產的黑豆給他買 他怎麼可以講說 我這個是國產的豆油 或是說我這個是飛機改 因為大多數 在外國這邊 都有機改的問題嘛 是 所以說 基本上我們現在要推散 國產的農產品 那這樣的話 跟加工業者來做合作 那大家消費者 才能買到我們 真正好的東西 這樣我們的農產品跟食品 的這個價格 才能來做一個便宜 所以關鍵還是在於 這基本上也是 我們這個整個配套 為什麼說我們還要推散 食農教育 要教我們的小孩 這樣是到現在 現在的政策 會從營養午餐開始 是 來 不過大家小孩 都要吃炸雞 要吃漢堡 外國來的食品 所以國產的米也沒吃 國產的魚也沒吃 國產的 所有農產品沒吃 我們要消殺人 正正不會沒人嘛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這種 國際市場的這個競爭裡面 國產的農業 國產的農產品 我們自己的消費者 要懂得選擇 所以我們食農教育要推 我們要從學生 開始來推 所以總共一句也是 更加配套的問題 對 你執行到不好 你政策想法再好 都沒有用 對啊 其實他現在說的 你說企業 其實真的臺灣企業 有多少人想跟這些人籌 其實我現在不是說我 其實我跟職務聯盟 已經合作很久了 我還可以接受 真的我選那個 但是說真的 有很多他們想轉型要做的 真的他們找不到那種企業 我覺得臺灣真的很悲哀 就是說這些人有想要做 但是他沒辦法消 其實你現在聽我說 我昨天我今天跟一個南大 他跟那個粉音一個說 他說他種紅刀跟黑刀 他本來種黑刀 都給你收的一根兩百塊 但是如果很多有反 但是現在你政府 推出出來 現在來就燒了 燒了但是有的人 他企業不買 這個企業就是我的 他是友善耕種 他一直沒有用動 所以我現在說 其實政府 我覺得政府的出發點 都是好的 只是你應該有一個配套 讓我們百姓 我們這個小龍 有一個信心 是 我現在說比較像 我跟什麼人企業 我連我企業家合作過 他想一點 要說我現在不欠了 你要怎麼 不然請客郵會說不下 不要說 你那個高 你憑什麼 小龍 你憑什麼 你有貸責去 調成什麼企業 你別說 我真的有時候 真的有時候 我認為 你們坐在辦公室 你知道這樣小龍 真的很多事情 我知道 真的他們不是 很想要賺錢 很想要轉型 可是真的很困難 是 我常說什麼人要吃農業 家農業第一 吃農業就是農民 但是他 如果種出來不漂亮 沒人要賠 所以友善耕種是一個很好的政府 但是你要怎麼去對他說 其實我覺得政府真的他們也知道 我常說其實你喝這個很好 怎麼也不好 大家都好啊 但是問題是實質上真的有對這些人有照顧到嗎 我們再來看看一些農民對於這個綠色給付 可能有一些疑慮 到底是什麼 對地給付獎勵 政府每年投下九十億的預算補助農民 但有些農民還在猶豫 宜蘭三星的稻農吳慶中和當地農民共同種植八公頃的稻米及一公頃黑豆 他認為不繳工糧的話 糧倉要自備 還要自行吸收烘乾屍骨費用 誘因太低 政府補助烘乾的部分 一公頃 因為一公斤大概是2.2塊 那2.2塊就等於一公頃 如果以六千公斤來計算的話 他就補助到一萬三千二 好 那就是等於我們屍股直接交給工糧 直接交給政府農會 然後他就會補助我們一個烘乾的費用 那如果我們沒有繳交這個部分的時候 這個烘乾費用就等於農民要自己來負擔 另外 錢撥下來不一定拿得到 對於只有口頭租約的農民 地主申請給付拿走獎勵金 農民也不敢開口討 直接給付這個金錢 其實是 我們是直接給地主的 因為我不希望說 我們會去跟地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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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這個 這個錢的事情呢 去鬧翻臉嘛 所以我們只是要個工作權而已 就是能夠穩定的收入 轉作一切得從頭來過 對重到三十多年的農民 張明雲來說 轉作雜糧 氣候條件變數多 機具又要多花一筆錢買 讓他裹足不前 另外 雜糧市場價格波動性大 小農產量少 糧商來收購時 溢價空間小 高雄美農的農民 寧可繼續種到 不過 也有農民支持對地給付獎勵政策 一輩子耕種了老農盼望者 不管稻穀或雜糧 收成後能賣個好價錢最重要 不懂行銷的農民 期待新政策能帶來更多的收益 所以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如果轉種雜糧 大家會很擔心 價格波動那麼大 政府還沒有保證價格 我風險都要自己去支付 所以我剛才說的 這如果沒有經過的配套 這個轉身一定不會成功啦 我們剛才從這個公司去收集這麼多的民間意見 包括我們在庭大節和東節 他們都實在有在經營 其實臺灣因為我們在整個各地區的這種環境或者是風土條件 跟大家種植的習慣都非常多元 我們這個東西 你如果就是說 我們最安全就是都不要去盯攤 大家都保持這樣 這是最安全嘛 我們如果要保持 大家都讓這個農家的收入做這麼低 那我想 就不要動 就有很多 很多公司 最好是都不要去盯攤 現在大家都說 你要去盯攤 當然 因為我知道這個 過程一定會 大家有很多的回饋 是 如果你不管說 會到人家 或是不可以人家 或會到什麼困難 這就是我們要去面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在旗班的過程 就要收集一些意見 所以我說這個整個配套 包括我們現在 為什麼要推 後面要加農業保險 這都是當作都要是保障 大家不要像過期看天吃飯 政府再來收那一粒粒的賣 那這樣的話 大家那個波動非常大 農業保險我們才好好地說 但是我請教你 當時剛剛有說的問題 綠色直接給付 是給付給地主 還是給付給農民 這差很多 很多電農 可能要領不錢 現在這就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當然這個 沒錢看起來 我們在這個業務單位 嘟嘟開始在三歲的時候 忘了有這件事情 所謂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都口頭有很多 因為你如果有定用的就比較沒問題 定用的一定是錢的人拿到 是 口頭有的 因為我們在臺灣推這種 那個小地主大電農 或是跟農地銀行的時候 大家早期還有一種三千塊左右 三千塊建築都沒問題 尤其大捷運地的苗栗 客家聚落更保守 他們更不願意簽約 那我們現在後面 因為這個很簡單 我覺得這個要把它扭轉過來 對地給付本來就是要給實際耕作的人 OK 不是給地主 不是給地主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要去做政策的調適 所以你只要拿產銷證明 你就在這裡給補助 應該是這樣 這跟我們之前天然災害 有一年天然災害救助 結果都地主拿去 所以這個事情跟那個要一樣 我們 應該可以遇到這個政策的 因為這個問題 那當時我沒有來 來節目我們說 我那個欠水的問題 對啊 我也是啦 那太多了 對 太多了 譬如說五萬七萬 或是公圈 保祖費用 但是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說保祖 現在地主的認為說 保祖是因為我是地主嘛 所以我做給你 但是那塊保祖是我要領的 你如果不要讓我領 我就不要做你這樣而已 我不要做你 我也只拿到那些錢 對於地主來說 他在政策才能領到那個錢 他沒有政策就沒錢領到那個錢 但是是我在政策 他面前是有政策的東西 我們對農會 農委會 不知道是我在政策的嘛 因為在我沒有農民的資格 我沒有客戶 我都口罩的 但是你實際去 他叫農委會或農會人 去檢查的時候有政策嗎 有 但是誰政策的 我政的 第一是誰的 地主委 地主委 那錢償退 地主退掉了 現在你現在一樣的意思 所以說 現在 主委剛才有說 他現在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說這是一個很散意的部分 我剛才聽主委說 要配套 譬如說我做比較好的農產品 如果要賣各國官的價錢 有些配套措施 問題是農民最艱苦的是什麼的 種產 種好的東西 當然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問題 他還學 改變啦 不管農機 各方面 可能來不管用補助 或是說涉及一個中央的 大家來廣東使用 我覺得 可能這都有辦法解決 問題是買這項東西是最困難的 我要行銷 我要賣給什麼人 現在農委會 他不可能再幫你補中 說我一定給你收工 也不可能說我一定給你媒體的說 義美一定給你買 義美都買幾個農民的東西 全臺灣社的農民 不管大專業 不關小電農 這麼多人 農委會跟沒辦法說我給你 媒合 大家都有通路 這樣主委就重點 媒合到最後那個銷路 通路那個東西 現在的配套是什麼 我們政策的整個配套 還有加一個 我們叫做區域加工中心 這個加工中心的概念 基本上是這樣 你看像現在的公牛 過去公牛是我們自己的 牛石球 是 早期的糧食局 農糧署的全身糧食局 有很多公牛村口 就把稍稍的放在村口 後來就是演變變成 這個交給農會跟牛鄉 有些是低溫儲藏 來做這個滾動的調節 所以我們的中美 中美這麼多年發展 包括基礎法 他的成本 努力 努動力的成本 變成比較低 所以大家覺得 政策的作物最穩定 風險他都清楚了 都非常清楚了 通常換算 不過就是僵局 他怎麼換算 收入就是平靜而已 是 所以我們希望改變 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這樣的話 我們能不能有機會 很多的品項 可以用另外一個加工 譬如說我們黃豆 黑豆 或是其他的毛豆 他是可以透過加工 然後又加能鏈 那我們在未來的這種加工 跟這個產自除銷 我們就要把它做成 一個完整的配套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給 所有農改廠 很多的任務 就是每一個品項都要去研究 怎麼樣來增加農產品的 附加價值 要成功 要有加工 所以還有一方面 就是說我們就會建立一個平台 跟所有的那個相關的製造 食品製造業者來做每一個 像半分之我請教主委 所以農民如果有興趣的問題 是直接找你們農學會呢 沒錯 每一個農改長 因為都是我們作為來 貨物地区農民的貨物重心 我們當然像我經常要說 這個毛豆的案例 他這是百分之差不多 九十都外銷 是 所以他外銷 他產生一個完整的生產體系 然後建立一個非常好的 好啊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 好啊 請寫出鬧彆扭的辯 鬧彆扭的事 常常是發生在女生身上的 男生常常看到 王正琳 我可以叫你王昌傑嗎 你給我寫那個字 今天 雖然許老師沒有來 但是我們用許學仁老師的標準 來看啊 全痛 一字千金 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這個題材對我來說很熟悉啦 那個熟悉來自於我 我就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嘛 大概其實我就拍我媽媽 跟我媽媽的朋友們這樣而已啊 如果很簡單說是這樣 《奇蹟的女兒》是改編楊青出老師的小說 《工廠女兒籤》 描述當時在1980年左右 很多台灣農村的女孩 然後來到高雄以及台中啊 這些加工廚國區所工作的情形 那你以前的女兒就在家裡 你比那兒你都要出來 都要出來度市場客 不然就要出來當中市 你住在家裡就有寡草市區 還有朋友啊 你如果不住在家裡 你就要出來度市 多少賺錢回來家裡 保家用 其實這個故事大概就是有點像是 我們爸爸媽媽那個時候 然後台灣經濟起飛 那時候很多工廠那個時候的故事 在看那本書的時候 你會感到很大的沉重跟不安感 那個不安感來自於 當時這些女工所身處的那個處境 還有他們所面對的關於生活的艱難 然後我們很誠實地把這一切 呈現到觀眾的眼前 就是我覺得那個年代的女生 正好接在傳統婦女跟現代婦女中間 很滿感謝當初那個年代的這些女人 因為他們算是做了一個革新 就是他們從農田走進了工廠 開始覺得自己有價值 我覺得選這個題材主要是 它跟現代社會其實那個共鳴性 應該比較強 台灣還是在老公的情境上 以及待遇 我想會在這部戲裡面找到很多 跟他很像的東西